昨天李连杰也是登上了热搜 不是因为他拍了什么电影 而是现身青海某思源祈福 得到了全寺老小的接待 并且还为他献上了哈达 现场也是非常的隆重 不愧是国际功夫影帝 从照片看 56岁的他也是烦恼烦童 看起来十分的精神年轻 不像之前因为患病满脸沧桑像老头 这次58岁的儿婚老婆丽智也是罕见现身 气质优雅 美毛依旧 完全不逊范冰冰杨幂这样的女神 吸引了众人的眼光 作为功夫巨星李连杰的一生可谓是风光无限 在进入演艺圈之前 他其实是一个武术运动员 曾多次拿到武术比赛冠军 在体坛也是小有名气 虽然后来殷商退出了武术界 但他却用自己扎实的武术功底 开辟了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1980年 凭借着《少林寺》这部影视剧 让他在影视圈一炮而红 从此开启了演艺生涯 而之后更是接连主演了《霍原甲》 《中南海保镖》《赶死队》等经典动作片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功夫巨星 并且走上了国际影坛 对于他的事业那是不可否认 但感情生活却遭受诟病 当年在梅成名的时候 他和师姐黄秋燕欲旧生情 两人很快就步入婚姻的殿堂 为了支持他的事业 老婆也是甘愿放弃事业 当一个贤妻良母 可就在二女儿出生的时候 她却和年轻漂亮的励志 因戏生情 最后不惧流言蜚语 把她娶回了家 而前妻离婚后 则一人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这在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再加上移民新加坡的缘故 曾一度让她生命狼藉 好在这些年 她也是不断做慈善 为她挽回了不少粉丝 这次现身青海求佛 一方面是祈求自己身体健康 另外一方面就是行善 所以在当地得到了热烈的欢迎 看来她的影响力不减当年啊 媒体面前 李连杰从来不掩饰 自己对励志奋不顾身的爱 就像她说的那样 励志是她穷其一生 也要得到的女人 她也确实这么做了 曾经励志因为投资失败 而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李连杰为了给励志还债 二话不说就和向台陈兰 欠下了卖身器 三年借了六部戏的合约 而她拍戏拿到的几千万的片酬 也悉数交给励志 帮助她还贷 结婚后 在励志怀孕期间 她推掉了所有剧组的邀约 在家尽心精力照顾妻子 甚至为了给励志足够的安全感 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全部交给励志掌管 她给足了励志风光 对励志给她生的两个孩子 更是宠在了骨子里 然而这场浪漫童话的背后 隐藏的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她们可歌可泣的爱情 却建立在一个人的痛苦之上 黄秋燕是李连杰的同门师姐 和李连杰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在李连杰积极无名时 是黄秋燕陪李连杰从黑夜熬到了天明 在李连杰被医生诊断 咬终生残疾 眼看星途净毁 穷途末路之时 是黄秋燕不离不弃 一直陪在李连杰身边 替她寻衣问药 照顾母亲 在星途一片光明的情况下 是黄秋燕愿意为李连杰就此吸引 回归家庭当一个全职太太 然而就在黄秋燕怀着第二胎 独自一人身处美国照顾孩子之时 李连杰却狠心抛弃了她的霸气黄秋燕 李连杰扔下黄秋燕独自一人 在美国艰难度日 自己却在媒体面前毫不吝啬地 对励志表达爱慕 为了励志 李连杰愿意散尽家财 可黄秋燕在被李连杰抛弃后 因为没有收入 不得不在地下室里住了十年 被人戳几两股的时候 李连杰依旧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出 自己已经仁至义尽的言辞 在社交媒体面前 她将自己与黄秋燕的婚姻归结为年少无知 却极力要将自己与励志的爱情 审慎化 纯洁化 然而大风瓜岛无童树 自有旁人论长短 抛弃了糟糠之妻的行为 即使是后来怎样表达自己的痴情 亦是徒劳无功 李连杰的行为 只能在痴情与骂名之间浮沉 而黄秋燕与李连杰曾经的爱情 也在拓马与惋惜声中被人遗忘在了角落里 然而在刻骨铭心的背叛 故事的开始总是美好的 出生于舞蹈世家的黄秋燕 原本应该是个善良温柔的大家闺秀 可从小黄秋燕便对无数极其感兴趣 于是11岁那年 黄秋燕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时尚海体校学习 初入北京时尚海体校的黄秋燕 在学习训练上十分刻苦 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 黄秋燕很快变成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而彼时的李连杰 却和锋芒毕露的黄秋燕恰恰相反 因为自己家庭条件不好 李连杰总是穿着姐姐穿过的裤子 吃食也总是简陋 鸡一顿饱一顿更是常有的事 这让年幼的李连杰内心十分的自卑 不愿意和其他的师兄弟交流玩耍 总是闷闷的 自己独自一人默默的在角落练习武术 和透明人辱出一辙 善良的黄秋燕注意到了这个 总是垂着头的小失地 出于同情与怜悯 对于李连杰她总是格外优待 黄秋燕经常会主动找李连杰聊天 用自己稚嫩柔软的声音打开了李连杰自卑的心房 渐渐的他们开始一起训练一起玩耍 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 黄秋燕成为了李连杰灰暗童年的第一曙光 而对于黄秋燕来说 李连杰也成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凡是父母给自己了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玩的 黄秋燕总是第一个想起李连杰 随着不断的深入交流 黄秋燕对于李连杰家庭的郁佳了解 才知道李连杰很小便没有了父亲 于是他便愈加同情这个小自己两岁的师弟 回到家中他向父母提起李连杰 拜托父母自己可以将这个家境不大好 父亲早早去世的小师弟带回家吃饭 让他至少不要鸡肠碌碌的练功 父母同意了 于是黄秋燕常常邀请李连杰到家中玩耍吃饭 久而久之李连杰变成了黄秋燕家中的常客 在黄秋燕的陪伴照顾下李连杰也慢慢退去了自卑封闭的外壳 他的无数以眼耳不及道灵之势迅速增长 随着无数的增进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也越来越多 暂许与希望营绕着他 渐渐的李连杰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起来 可是在他的身边仍然只有黄秋燕这一个愿意交心的好朋友 在无数比赛上李连杰只要拿得了好名次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黄秋燕分享喜悦 彼时她的心里只喜欢这个长得漂亮又对她极好的姐姐黄秋燕 而黄秋燕也在朝夕相处之间 对这个关照有家的师弟起了青睐之意 顺理成章的两人成为了情侣 一双手附在另一双手上许下了一辈子的承诺 然而时间最擅长的就是让那些如同海市蜃楼般的誓言骤然崩塌 1982年 由李连杰领先主演的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 已经播出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播出《少林寺》的场次总是作无虚席 其火爆程度碾压同档期所有上映的影片 李连杰也因此一战成名 成为了众人追捧的对象 一夜之间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 鲜花掌声从此不再缺席 在光怪陆里的娱乐圈 处处茅庐的李连杰内心开始悄然发生改变 当只有一个人对你好时 你会拼命地想要抓住这份好 可当一群人开始对你好时 你便开始不再在意 李连杰便是如此 曾经只有黄秋燕对她好 所以她觉得自己非黄秋燕不可 然而如今所有人都在她的后面嘘寒问暖 于是黄秋燕对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好 也开始不值钱了 1984年李连杰收到喜剧片《少林小子》的拍摄邀请 入组之后 李连杰向导演推荐了黄秋燕当本部剧的女主角 在通过写商和实习后 黄秋燕拿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主角 包括黄秋燕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 李连杰是要提些爱人 可事实相差甚远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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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